肌少症 肌少症 肌少症是指肌肉的量 跟它的功能下降的現象 這對一個高齡者來說是很危險的 因為它會導致我們身體比較虛弱 行動不變甚至會增加我們跌倒 跟骨折的風險 研究上顯示肌少症 嚴重的老人他的死亡率 會比一般的老人高出一倍以上 那隨著年紀的增長 我們的營養活動量 的攝取可能都不夠 那慢性疾病或者感染發炎的情形 都會加速我們肌肉的流失 特別是這幾年新冠疫情 有發現很多臨床的個案 那不管是在年輕人或者老年人 都有發現肌肉流失的情形 特別是有關COVID-19的重症患者 那肌肉的流失量是我們正常 老化十年那個量的兩倍以上 那大多數感染COVID-19的民眾 可能會有高達甚至六個月會有肌肉無力 或疲勞倦怠的情形 那甚至平衡感會下降 所以我們要慎防年長者的跌倒的情況 所以高齡者在得到COVID-19康復後 要需要去檢測或留意自己的肌肉狀態 那我們怎麼樣判斷自己有肌少症 我們可以透過幾個方式 第一個身體組成的測量 還有我們的運動跟體力的測量 還有身體姿勢的改變 那身體組成測量常用的是一個 生物電阻性的測量 那這個測量可以測到我們身體的 肌肉的比例還有脂肪的比例 來初步判斷是不是有肌少症的可能 那第二個是肌肉的功能的測量 一般會測握力跟走路的速度 那肌少症會導致我們的體力下降 所以運動能力就會減弱 所以如果您自己發現自己的體力 在短時間內有明顯的下降 可能要注意肌少症的可能 那身體的姿勢跟站立的姿勢 因為我們肌少症會影響我們的站姿 所以如果你發現姿勢有明顯的變化 也要考慮是否有肌少症 甚至你從做的姿勢要站起來的時候 需要一些輔助的動作 也可能有肌少症的情形 那如果高齡者在沒有新冠肺炎的權益之後 能夠做好保養 就是得到新冠肺炎要去補充充足的營養 跟適度的運動 那為了預防跟改善肌少症 我們高齡者應該注重均衡的飲食 跟攝取足夠的蛋白質 然後營養素來支持肌肉的修復 跟不要讓它流失 那適當的運動也非常重要 特別是一些像加長肌肉的力量 或耐力的運動 我們可以走路慢走 或慢慢走長一點 或游泳瑜伽 甚至我們用一些彈力帶 進行一些主抗運動的訓練 當然在進行任何運動前 高齡者應該先諮詢醫師的意見 來確保運動的方案 當然是適合自己的身體狀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